哈喽大家好我是史莱姆 今天我会教大家如何使用steam的设定 首先呢最重要的设定就是 这个 privacy and safety 要是你有那些啊就 你有些朋友喜欢 send 你那些裸罩啊 不是不是裸罩 就总之 啊不健康的东西啊 不健康的东西呢要是你开这个 青色设定呢是 发布告给你你要拔调去红色 还拔调告给你 那这个设定呢很重要这个设定把它关掉 不然的话你的福你的 就比如说你加入那些福气 人家一直一直来干扰你 然后这个是谁能加你朋友 这个全部人能加你朋友 朋友能加你朋友啊 福气的人能加你朋友 然后这些这个是朋友能加你的 游戏这个是只有一些游戏支持 罢了 就比如quad duty 啊使命召唤啊 啊 啊 就一些游戏才能支持吧 然后这些 嗯这些设定把它关掉才 discord才不会追踪你啊 然后这个设定也很有趣 这个也比如说你像我这样是一个作者的话呢 可以把你的东西全部连在 人家就可以按你的 这边就可以看到你的东西啊 不要容易找到你嘛 然后啊 啊 啊对nitro不是就是付费服务 付费服务呢有两种 这是nitro 这个是nitro classic nitro classic是旧款 旧款呢 等一下我透水一下 nitro呢 nitro classic的分别就一个是10美 一个啊一个是5美 一个是10美 classic是5美金啊 nitro是10美金 啊他的最大差别就是nitro你有的两个boost 这两个boost呢 你可以用来boost你的社会 就支持那个代表你支持那个服务器嘛 就你们要支持我的话来加入我的服务器 就帮我boost一下 我们就给一个特别连接啊那些东西啊 那个nitro的特点就是你有两个社会 这个boost呢 你买一个或是3块还是4块美金啊 所以你买这个10块 你两个boost呢 就赚了你的本钱啊 然后nitro呢 nitro这个你可以上传100MB的照片 或者啊 最上传100MB的东西嘛 然后你hd video呢 你可以直播1080p啊 60fps 然后这些都知道了 名字那些ID tab那些可以调 classic的最大分别就是你的这个只是50MB 然后你不能你没有hd video 你也没有这个nitroboost 所以这边就完了吧 所以就video setting voice and video setting 这个呢 我给你们刷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这个就把它调吧 调对才能刷 把它拉到最大 然后这个黄色和青色原本的设定是这样 你把它调去这个最好 因为原本的设定呢自动调整 它有时候你交代小声它听不到 这个设定呢黄色的区呢是你的杂音区 你把它的杂音你就给了我先来试给你看 因为我的风声多数在黄区那边 就我的static noise啊 white noise啊 风声都会在黄区 黄区那边呢你要给它那些你没说话的时候在黄区 你说话的时候随便要在青色的区那边 比如说你八条去这个太高呢 人家听不到你说话 八条去太低呢就杂音到完 人家听到完就你自动十八代都听到完啊 所以就自己调整啊 这个你每个人的麦克风都不同 你的麦克风敏感的话 你就要调比较高 麦克风不敏感就把它调比较低 像我的我试给你们看 这设定很好啊 我来试骂一下 Hello testing one two three Hello testing one two three 我说了小声一点 Hello testing one two three 重点是把全部在青色那边就可以就可以了很好了 然后这个Noise suppression呢 这个跟RTX voice或者它们的新制 现在叫NVIDIA broadcast的这个功能一样 不过这个是用你的CPU power来process 所以这个比较没什么好 这个呢就跟RTX voice一样 它可以filter掉这些带长的声音 啊杂音 比如说你妈妈在后面主菜在喊你的名字 你可以把那些filter掉 不过啊人声音是比较难filter 因为它毕竟是要给你说话嘛 就你重点是这个你的物质很超 在装修油还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开这个就可以把那些东西去得了 这些功能 你们可以跟着我的功能 这些是我用的Discord 用了差不多五年十 啊五年吧 用了五年 就调了最好的功能啊 最好的设定 这个记得打开 不然你说话有时候可能会断闲 然后这个设定呢 是你开的话 你说话的时候 别的声音会比较小声 所以可以自己调整 看你的preference嘛 这些跟着的设定 啊 这个把它关掉 这个有时候你就你的耳机静音的话 它一直在出红色的东西把它关掉 然后这个就跟着这个设定 这个 这个这个没有什么调 apparent呢这个啊 啊 给我们看一下亮的主题啊 这是亮的主题 这是暗的主题 这个两个设定 这个一个设定是给比较 嗯 比较老一代的嘛 我们叫legacy嘛 这个是比较深你的 你的 WiFi比较慢 这个设定 这个cozy呢 就是我们原本discord的function 这个是 比较吃你的WiFi啊 不过看起来比较美 然后这些设定 又没什么挑 啊 这个developer mode呢 你可以打开 你是管理员服务主的话 你要打开这个 才比较容易啊 插管你的服务器啊 这个hardware呢 把它打开 你能discord会跑比较快 比较顺 然后利益选拔 这个关掉 它才不会一直跳 你玩游戏不会跳出来 然后再设定就不用跳了 key mining呢 这个他们加了一个新功 上个月还是几个月前 他们加了这个dunk的screen share 就比如说 你在比如说 我们玩taharfu嘛 escape from taco 你玩taharfu 有时候你需要人的帮忙 你可以把这个调整 按一个键 这个设定键 你可以自己设定哪个键 都可以 这个很好用 就是你按一个键 直接转播给你朋友 看他们可以帮你 带你出去什么 然后这个 第一个 这两个很重要啊 这个就 你他妈的 你跟你朋友说话 我不要听你女朋友说话 你记得呢 把这个设定条 放一个key buy 你跟你家人说 跟你朋友说话 是你上厕所啊 记得按一个键 我不要听你上厕所 不要听你跟你女朋友 在那边说什么话 然后这个设定呢 就是你在玩游戏 你朋友很吵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一个键 就把全部人 静音了 嗯 然后 没有什么了吗 就到这边 我好像有 对 我要跟你们聊 啊 讲解一下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啊 很多人的耳机 都有一个东西叫 side tone side tone是说啊 你可以听到自己说话 那个呢 那功能是很非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用处的 那个我们要是我 像我用open open back耳机呢 我可以自己听到 自己说我不想用那功能 所以比如说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啊 这个 这个我信用的这个套 有两个吗 两个出口 这个好处是讲 两个出口呢 我朋友叫到大声的时候 还是他说太小声 我可以调整啊 就现在我所知道的话 Astro Gaming的耳机啊 Steel Series Artist 5 5Artist 7以上的耳机 啊 Sennheiser Sennheiser Sennheiser没有啊 还有 要是MP5的话 Sennheiser的1000 跟1200有啊 然后 Creative的G3 跟G6的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很好用就是说啊 你不要说很小时 还是说太大声 你可以直接调整他声音 不用出去游戏跳还是什么 就 对我们这些专业玩家来说啊 是很大的帮助啊 所以这个就是功能 所以你们不要一直杀逼啊 我会有很多人说他们就说 这个是这个是Sytun 这个是Sytun 你气麻痹的 我研究我这个 我科技研究的这么多年 我不懂什么是Sytun 这个这个的这个的 正式的名称呢 我们叫Game Chat Mix 了解吗 Game Chat Mix Game Chat Mix 就有两个出口 你一个出口 放游戏一个出口 放语言 就可以随时调整 这个我已经跟你们说了 现在只有Steel Series Artist 5 7以上有支持这个功能 啊 Astro Gaming 有这个功能 Turtle Beach好像也是有 你要啊 检查一下 所以怀疑的视频就到这边啊 谢谢观看 要是你们喜欢的话 请订阅 然后按那个bell icon follow我 我每一天我大概一个星期 至少会发三个video吧 啊 谢谢观看我是史莱姆 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 我已经快点了 啊 OK 现在会有一个英文 的Discor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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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gs 啊 啊 啊 so you can just use this and how it works is like if you press on my profile you can see i got link this can just press my link and just go to my steam or anything you want to see so yeah it's a very cool feature for content creator and connection nitro discord nitro this is a paid feature so you can pay 5 usd or 10 euros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the nitro you get two boosts like one boost is 5 usd if you don't get nitro so you get two boosts for nitro and you get a custom tech you get upload size of 100 mb and you can stream in 60 fps 1080p and the different with nitro classic this one is 5 usd per month is you don't get uh hd video and you can upload uh 50 mb and you don't get a boost yeah that's it about the nitro let's move to video and setting this is uh my setting remember set properly and set to max so you can hear you and this is the default setting don't use this setting because if you use this like sometimes when you talk it will cut in and out so turn this turn this off and i'll show you how to use this the yellow zone is like where the noise not supposed to be here and green zone is when you're talking so yeah let me show you so there's my flan bowing tool inside the yellow zone and green zone is when talking so i'll do a mic pass for you guys testing one two three testing one two three testing one two three so you are when you're talking you're supposed to be in the green zone so people can hear you and yeah this is a noise suppression this is similar to rtx voice and nvidia bro case but this one is cpu power and it's not that superior compared to rtx voice because this one only filters some but not all if you have an rtx traffic car you can do the rtx voice it's very useful and very powerful doesn't take any performance at all so yeah this one if you you can just turn this on if you've got noisy surrounding like you know waiting or your mom shouting at you but human shouting won't work that well because uh technically it's a human voice so yeah and this off setting you can just follow my setting i've been using this called since it launched so i know what i'm doing you don't trust me then don't watch my videos simple as that and remember to enable this so you don't cut off too much and lag you know and this is the setting when you can enable this both so when you talk and when people talk it will like the system voice will be lower so you can hear them properly and this one turn it off so you don't get the red thing every time and yeah that's all about in this setting and yeah we don't change anything here apparently it's a light theme dark theme this one for low wi-fi i mean slow wi-fi or you want to use the legacy mode like the people back in 90s they use this thing and this one is the standard mode like you take more wi-fi and stuff yeah developer mode this is really useful for admin like you can like if you're owner admin you need to turn this on so you can ban people easily and stuff remember to turn this on this actually speed up your discord yeah i think yep that's all here notification test over this one so you don't see the annoying pop up and yeah default setting yeah key mic key mic this is new don't go screen share it's very useful if you're playing taco or playing csgo and you need help you can just press one key and stream to your friend in the server and remember these two functions very useful like please it exists i don't want to listen to you your girlfriend or like you know talking to your girl or something you know just press one key and mute the mic and you're good to go just can have sex while playing game and no one will hear it so yeah this toggle mute you press one key mute and press one again to unmute don't do that when you press one to mute everyone and press again to unmute everyone simple as that i don't change anything here windows setting no don't change anything and that's all for the discord setting next video i'll show you how to set our server properly so that's all for this video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f you like my video please leave a like and subscribe and use the bell button help me a lot so yeah thanks for watching